欢迎两位 二十二岁 好年轻 咋认识的 就是一开始 就通过默默 然后正好交往了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然后就过年了 然后就去她家里边 然后觉得都谈得挺来的 然后就把婚定了 一八年时候结的婚 孩子也有了 现在孩子半岁 半岁 男孩女孩 妹妹 妹妹 你应该很幸福是吧 对 我觉得 但是我就不知道 怎么回事了 我们俩结婚一年多吧 不知道怎么了 就是她对我吧 好像就总是看不惯 我毕竟在经营一个店嘛 然后每次回到家之后 然后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 喝口水 比如说把水杯 放在桌子上边 她都能跟我吵一顿 什么叫我想跟你吵 每天的事情就好了之后 我会跟你吵吗 不是 关键是我现在都不知道 怎么样才叫我 在你心里边 我把事情做好了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我做孩子的事情 她拿着手机 在沙发上躺着玩 然后我叫她去做 她就让你一直拖延时间 那不 我也是 白天在外边累一天了 我想回家休息一下 你们俩怎么生活呀 是跟父母住在一起 跟我爸妈 帮你们带娃 基本上没有 因为爸妈也在上班 孩子谁带 孩子我老婆带 谁做饭 她在做饭 公婆有时候还能 稍微搭一把手是吧 对 还好啊 怎么了呢 她那些朋友 一个劲儿就叫她出去玩 一个劲儿就叫出去玩 明知道她有孩子了 要得在家里边带孩子 也非得拉拉出去玩 我也不是天天出去玩 是很少吗 回来她就说我 那一次她去接头发 接完头发之后 你说她接也就算了 她把头发染了 你说那个六个大的孩子 她本来就喜欢抱着头发啃 你不是让我剪头发 我也去接吗 就是我怀孕之前 反正也是长发嘛 因为我比较喜欢长头发 怀孕了之后 应了着我去把头发剪的 当时我剪的时候 我心里也特别难受 我就接了之后 然后回来她就说我 接头发你就算了 你还去把指甲做了 你不是要在家里边 带孩子吗 那指甲做了 你还贴片 还贴钻 那不是当天 团教部的时候 就把孩子给刮了吗 我不把指甲歇了吗 然后你就不知道 刮都刮了 那歇了你才用了 你就不知道带一下孩子吗 然后换一下料不吗 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来做 那不是我 对 你就说你在家里面 基本上是我在叫他做 他再回去做 是不是觉得 其实还没准备好 这孩子就来了 有点急 孩子根本就是一个意外 我们根本就没准备好 我要这个孩子 反正当时 已经孩子怀上了嘛 毕竟 我就想生了就生了吧 然后但是久了 感觉生活反正就是 什么都变了 不像以前一样 就比如说有一次 我朋友约我去龙家乐 然后当时我一跟他打电话 我叫他回来带孩子 然后他就说他忙 反正就是每次 我叫他回来带孩子 他都会找借口 他就不带 然后每次我把孩子 带出去回来之后 他就会说 我就不上去 我去龙家乐玩 把孩子被蚊筹咬了 他就说 你带一个孩子带跑啊 什么什么 然后当时我叫你回来带了 你说你忙 就会找借口 然后我只有把孩子带着去了 然后回来之后你又骂我 我那个时候在摊里边 我抱一个六个月大孩子 我去带他去遭罪还是咋了 本来那个时候 本来也挺忙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我一个人在那 还有就是 你不知道等孩子 稍微大一点的咋 我带你出去玩 那不行吗 非得跟你朋友出去玩 现在孩子去 你有时间吗 你不是说 你天天要应酬呀 什么什么的吗 那应酬 我也没办法拒绝的呀 那些东西 这样吧 我问点具体的生活细节 好不好 这个 你现在做饭 因为上午我在家嘛 下午应该在两点钟左右出门 然后下午我爸妈就回来了 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一般的话 正常情况下 如果生意好一点的话 就是十一点十二点 不好的话 就八九点十点钟左右 这个样子 开个水果店是吧 对 关张都到十一二点 买来好了是吧 不是出去玩吧 谁说他没出去玩 比如说有一次 他说他出去应酬 然后因为孩子闹嘛 我就跟他发消息 他说你就不能好好哄我孩子嘛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当时发火了 感觉像孩子是我一个人的 什么事情 就要我来管 我朋友叫我出去玩 然后我不到几分钟 然后他就发消息 一直在催我 一直在催我 孩子在闹啊 什么的 我就说我出去玩的时候 你叫我回来 我就回来 然后你出去玩的时候 我叫你回来 你就不回来 那我也确实走不开嘛 我们几个一起本来想着说是接工地 然后就那段时间可能确实在外边和挺往回家的 因为那个东西你没办法 必须得出去应酬得社交嘛 他就那么说我 我也没办法 因为那个东西我作为一个男人 我在外边 我必须得为这个家奔波嘛 反正我在家里面 我觉得饭 他是什么都 都当时嘴巴上说的没什么 但是我做了之后 他什么都意见很大 包括像我跟孩子买东西啊 然后当时说没什么 就是我东西拿回来之后 然后他就一直在指责我呀 说我不送家 你说正常情况下 一个正常的人去拿快递 就一个人去 拿两只手就能拿回来了 我得开一个车去 难道这是我跟我自己买的吗 还不是因为孩子买的 孩子这么大 都办事了 难道这么大了 你跟他买过东西吗 全部都在你那儿吗 我能怎么买 那你为什么还要说我呀 行 我问啊 我看稍微一问 一点就能打起来啊 现在还老应酬吗 现在不了 谁算没出去呀 就是他出去的频次是什么 一个月反正有时候出去 事故事 然后反正就是他们朋友 刚发消息 反正他是来者不去 是不是觉得心里有点不平衡 特别不行 凭什么我童年的朋友 就是天天想着玩耍呀 什么之类的 那谁也有变化呀 谁说我看起来 我像个23岁的小伙子吗 不是 那你自己选择的 你这不能抱怨去 我知道嘛 所以我就觉得都为这个家庭 那啥 我付出多一点 我觉得没啥 我再问问啊 孩子半岁了 现在是奶粉喂养 还是母乳喂养 奶粉 有打算要出去工作什么的吗 有打算出去工作 我就说你妈早一点 推回来带孩子不行吗 你们在准备要这个宝宝的时候 商量过这宝宝来了以后 谁带怎么办吗 规划过吗 没有 就一切都来得特别仓促 当时没准备好 结婚的时候 结婚没多久就有了 这生宝宝后悔吗 说实话有一点后悔 特别是跟他吵架吵得很凶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真的好后悔跟他结婚了 反正这么早生孩子什么的 我朋友这些都在问我 你干嘛这么早结婚呀 什么之类的话 你连结婚都后悔了 反正吵架之后 心里面有一点气氛嘛 气氛然后我就会想到 反正都是他朋友 你后悔过吗 我不后悔 行 接着再问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 来干啥 因为才新婚嘛 然后我觉得 这不应该是我俩 才结婚一年左右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我老婆吧 别那么太听她朋友的 别那么老爱出去玩 你指她老爱出去玩 是出去了多少回吧 其实也不是经常出去 就是你说正常情况下 一个小姑娘 你说你白天出去逛街是吧 你爸孩子比如抱出去逛 逛婚街 你说下午四五点五六点就回来 那晚上我也不会说她呀 她晚上出去玩 晚上出去喝酒嗨 难道结婚到现在 我就不能有一点 自己的适用空间吗 我就天天围着孩子转是吧 那现在毕竟孩子都有了嘛 咱们就能不能都收一点心呢 不不 你说的这个晚上 出去喝酒嗨 是偶尔那么一两次吧 也就那么一两次 那你让人放松一下吧 你的朋友们也说 你结婚早了吧 他们都说我结婚早了 说我会后悔呀之类的话嘛 行 那今天她把你带来 就觉得你们俩的状态不好 你觉得好吗 不好 你也觉得不好啊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改变呢 我就觉得反正就是脾气什么之类的 我真的受不了 受不了啊 冲不冲就对我发我大吼之类的 你们俩经常会吵架吗 经常会 比如说有一次我回老家去了嘛 我爸过生日 然后因为孩子第二天要打针 我没带他回去 我就叫他看一下孩子嘛 然后他外婆就说孩子 孩子很早就醒了 然后他爸爸就是睡觉睡得很死嘛 然后孩子这样哭闹 在床上放在家覆去的 就是爬过去爬过 然后抓他呀 捞他呀 他根本就没反应 我就发火了 我说万一孩子从床上掉下去了 怎么办 然后他就吼我 叫我回来带孩子嘛 我说我爸过生日 我又不是会回来 等你不要一直吹我嘛 那我也没有吹你啊 他告诉我是他周日回来 结果他周六就回来了 回家玩了一个星期 他没告诉我他周六回来了 然后是周六下午 他妈妈给我打电话 问他到我这儿了没 我说他今天回来了嘛 我才知道他回来了 然后后来一问 他就跟他朋友出去玩去了 不是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那时候五个多吧 就一个月以前 等于你就把孩子放到家里 你自己回老家回了一个礼拜 是这意思吧 当时我跟他说了的 因为我爸爸过生日 我必须回去嘛 因为毕竟我家 不是重庆组成的嘛 然后我回去居力也很少嘛 就是 当时我也跟他说了的 我要回去 然后他也答应了的 那我也没有催你啊 是你告诉我 你星期天回来 然后你自己又星期六回来了 如果你妈不给我打电话 都不知道 咱们这样 做个评分 你觉得你老公 十分是满分的话 你也打几分 打八分吧 这么高啊 反正说他不顾家 反正就是 反正有是有 但是也不是 完全不顾家 主体上他是顾家的 是这意思吧 也不算是吧 反正是 但是你这分可打得够高啊 八分啊 反正是他对我很好吧 不管生的孩子什么的 反正 但是我就是觉得 他也是比较烫玩 反正结婚前 他也是比较喜欢玩 我说实话 我结婚后变化很大 以前我很爱买 躺自家 然后长头发分 天天要化妆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喂了孩子之后 什么都没做了 反正就是天天 就是围着孩子赚 行 给你老婆打个分 八分吧 她做妈呢 除了带出去玩 在家里边对孩子照顾很好 就是带出去玩的话 孩子照顾就真的不行 这么小 他就带孩子出去玩了一天 就比如说 他那次去龙家乐的时候 他那么小 出去玩 像龙家乐这种地方 你干嘛跟他一起 陪他出去玩呢 我得赚钱呀 赚钱很现实 不然我不赚钱 一家人吃什么 所以我听妻子的抱怨 完全来自于 孩子给你的生活 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这个改变是 你没做好准备的对吧 加上你跟你那些朋友比起来 你觉得心里有些委屈 而这个委屈 是你先生不能理解的 对不对 对是吧 你是觉得 你们俩这个状态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改变 是这意思吗 对 相识半年 结婚 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孩子 时尚的这个辣妈 又不知道怎么应对孩子 无法平衡 自己的独立空间 孩子和先生之间的三者关系 一切来的都太突然了 于是就 发生了经常的争吵 但是要双方评价对方的时候 我看给他分又不低 这到底是一种情绪在作祟 还有其他的东西 他们应该怎么应对 这种家庭的变化呢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来一起进入秋比特分界 在你们爸妈的眼里 可能谭亮马上就应该结婚 成小孩 在你的眼里面 你当妈了 你就不应该玩 你就应该为这孩子转 在他眼里面 我还没玩够呢 凭什么 我就要为这个孩子付出一切了 这是价值观的不同 其实你们现在的问题 是一大群人的问题 这个我把它叫 小爸爸和小妈妈的问题 小爸爸和小妈妈的现象是什么呢 就像你们这样 二十出头一点 有孩子 但你们其实没有做好 当父母的准备 你们自己还是年轻人 你们自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知道生小孩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 只要我生了孩子 我对这个孩子 先天就会有责任心了 就会有责任感了 对孩子的爱是天生的 责任感并不是 技能更是要学习的 请问你给他足够的心理准备了吗 给他学习的时间了吗 给他培养责任感的 一个学习的空间了吗 没有吧 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往他身上推 你当好一个罢了 最后 我想跟你们说 当我们突然之间被推到了 这样的人生阶段的时候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利用我们理智和智慧 去找到一个磨合的方式 去看到对方的需求 去了解对方在这个年龄阶段 他应当有的一个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他需要玩 他需要去找到自我的人生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把这个孩子 当成我们去学习人生的 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磨合的方式 怎么样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方式 留出更多的个人空间 让你 让你 你们两个人 还有一个成长的机会 你们还有那么长的人生的路 还是要找到自己 先找到自己 再去学做爸 差不多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七老师 来 珊娜老师 因为我也从这个职尖阶段走过来 我就问你几个很简单的问题 孩子很小 然后你依然想着就说要出去玩 你能玩到心上吗 因为我毕竟当妈妈了嘛 我是想出去玩心里面 但是我也拒绝了很多次 咱们不说拒绝的那些事 就是说真正的就是你出去玩了 跟这些朋友们在一起 你能玩到心上吗 玩不到心上吧 那你跟朋友们在在一起 你觉得你能融入到 你这些没有当妈妈的朋友的 圈子里面吗 你觉得跟他们还一样吗 有话题聊吗 基本上没有吧 爸 这个就是生活的改变 这就是我们面对活生生的生活 我们必须要接受它 为什么有很多的全职妈妈 在家带孩子 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地 站在她那边说 这个爸爸的不是 是因为他们真的是 把自己全部的心血 和所有东西全部奉献给这个家和孩子 一无反顾 从来都没有小我 只有大家 但是我又能理解你 年纪很轻就当了妈妈这个心态 没办法接受这一切的改变 包括你说做指甲 换以前的话 我一定会非常谴责的 但是我又明白你那一刻 你自己的小我 就我还是个孩子 所以你们两个人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样的经历 就是人生速度太快 步伐走得太快 都没有想好下一步脚 落在什么地方 就迈出去了 那现在到了这种程度 要怎么办呢 就我们只有学着互相扶持 互相鼓励 而不是这个时候 还是一味地埋怨和指责 确实它有做的 可能让我们常人看来 不理解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全部是指责 给到他的话 他也没有办法承受 同样的 他全部指责给你 你能承受得了吗 所以都在这个年纪轻的时候 当了父母 那就彼此共同成长 都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 孩子也是第一次当孩子 孩子多无辜啊 那如果是成年人的话 就要承担这个责任啊 我觉得你们之后 更多的应该是相互鼓励 而不是埋怨 好吧 都说这么多吧 好 谢谢尚大老师 多久老师 明显看到 这还是个小孩呢 就做了小孩的妈妈了 当然现在说什么 其实都无济于事 对 已经有了孩子 可是话说回来 如果你们再年龄长一点 再成熟一点要孩子 可能你们双方的父母 也到了一定的年龄 就退休了 这个时候还真能够 帮你们大把手 带好孩子 也许你们之间的关系 也会有所缓解啊 我觉得男生 你越是跟他提要求 他越有逆反心理 女生我想说两句 我身边有你这样的情况 一个小女孩刚毕业 突然之间有了孩子 然后他所有的日子 从二十来岁开始 就围绕这个孩子 直到他上幼儿园 上小学 从前他对这个生活充满了 憧憬和布局 但是发现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施 就开始了柴米油盐的生活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但是时间长了 我发现就是我身边的人 他安于这种生活了 而且他发现外面的世界 其实离他远了 他如果去找一个工作的话 也是有压力的 他还要照顾孩子 他觉得太辛苦 所以他慢慢地放弃了 他的妈妈跟我说过 怎么办呀 我很着急 我担心他的状态 我说那你要鼓励他出去工作 但是对他来说 孩子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借口 他说我要照顾孩子呀 爸爸妈妈也都没有退休 没人帮我照顾 我甚至觉得孩子 成了他的一个盔甲 让他把自己包在里面 不再和这个社会接触了 他找到了很多的理由 所以我想跟这个女孩说 已经有了孩子 一边照顾好孩子 一边继续自己的人生 规划好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一定是有办法的 人生不仅仅是 把头发接一接 做一个指甲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太浅了 人生很长 你需要有很多梦想慢慢去实现 先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跨出去 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 再多采一点 而不是每一天盯着 老公 孩子和家里的这些事 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所以不要那么早地把门关上 然后每一天在这种 琐碎当中纠结痛苦 你觉得现在和别人没有话题 我想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孩子 还是因为你和这个社会 接触得少了 有了隔膜 所以走出去 开阔自己的眼界 丰富自己的人生 我相信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 但至少目前的这些东西 可以暂时地缓解 好好的慢慢地开始规划 不着急 好吗 加油 好 谢谢周青老师 来 吴老师 22岁当妈妈 44岁可以做奶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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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